咦? 这是小猫吗? 噢! 吃掉了! 噢! 这都找不到了! 小语,有很多小伙伴说 我们很久都没做不要怕挑战了 我每次做完不要怕挑战 不是吓得睡不着觉 没想到屏幕前的小粉丝 竟然都这么重口味 那今天就满足你们的心愿吧 不过胆子小的小伙伴们也不用害怕 惊悚的部分 我已经帮你们码住了 可以安全实用 如果你害怕的话 就在弹幕上打上好怕怕 不过你觉得看起来很轻松 一点都被吓到你的话 就在弹幕上打上一般般 那废话就不多说了 咱们来看第一个小变态 你长得好奇怪 你太暴力了吧 我真的在车上还有一个小怪物呢 怎么还咋我呀 这怪物生气起来 连自己人都打呀 真的是太凶残了 热的链子能保证吗 我们现在正在参加西瓜粉丝的大网线活动 咱们的排名都已经靠后了 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 小伙伴们只要点击过我们的主页 就可以把你们的票做给我们了 记得为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发弹幕 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票数了 咦 这是小猫吗 吃掉了 我都想不来了 这人是太惊悚了吧 大猫吃了小猫就算了 这大猫还发电话我在看哪呢 转出那一片鸡 我的冷汗都出来了 发现他的脑袋 竟然直接熟散了180度呢 这就是太吓人了 我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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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过密集固女症都慢了 这是头猪呢 小猪 她怎么了 她干嘛去了 一天小猪 不过这小猪怎么长得这么搞笑呀 她要是长得尖牙俐齿 我可能会害怕 可是她长得那么这样 我实在是害怕不起来呀 这是什么真事 诶 那个亮亮老师 等一下 她追上来了 诶 我可以上乱了吧 吓死我了 她的嘴巴的眼睛怎么是发光的呀 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型饼老鼠 这大半夜的 太偷心了 等一下 诶 怎么没了 不叫了 去哪 去哪 我疼啊 最怕这种突然出来吓人的啊 吓死我 差点都跳起来了 现在都快有点晕呢 嗯 电梯 又是那个曝光人 她跑掉了 赶紧关上来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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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什么时候进来的 难道电梯本来就还有一个吗 不是吧 难道进电梯的时候没看见吗 不 今天的不要害怕挑战 有没有笑到你吗 想要给我们的视频点个小鑫 或着大拨指 告诉我们 加些更精彩 快点了